台湾是水果宝岛 而台东盛产的凤梨世家 在大陆叫做番栗芝 吃起来甜而不腻 相当受到对岸的欢迎 虽然说三年前因为被咽出戒壳虫 所以一度让销路管道中断 不过这一位农三代没被打倒 他不断的升级清除方法 而且强化品管 除了再次打通大陆市场 也借机打造观光农场 双管齐下开辟新客园 漫山遍野绿意环抱 放眼全台就属台东最有事 若大园林果树与成人一般高 灿烂阳光从绵延相接的树冠穿过 套上防护衣的凤梨世家挂满枝头 各大饱满比手掌还大 但在这里 没有什么农园慢活 大伙手起刀落跟时间赛跑 因为它过中午之后 它的果会比较容易QQ的 但是变Q的话 好容易就是可能过个一天 它就是变软枝 没办法像一般正常的果 就是可能新鲜人是硬的 然后可以放个单子 然后它是变的 台东北南是澳洲与西班牙之外 少数能种出凤梨世家的地方 因为纵谷型气候 有黑潮暖流经过调节 另外还有中央山脉挡住狂暴的东北季风 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栽培面积也是世界第一 现在已经成熟了 它太长了 我看到很多这个后面没有叶子 这就直接剪掉了 谢景宏是果农第三代 从小就在田里打滚 采收农活一点都不陌生 大学研究所煮修原意 习得不少新思维 返乡当全职农夫后 尝试改用友善栽培方式 这边的果仁都是用草参栽培 就是减少材料剂的食用 所以田间就会比较多一些昆虫 采收完后对果品的要求 筛选标准也非常严格 要果形硕大 色泽碧绿 卖相才会好看 那进来以后 我们会先做 果品的分级 世家在大陆 也被叫做番荔枝 曾被台东农友视为摇钱树 光是2014年 整体外销9200公顿 进账5亿8千万元新台币 荣登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水果王 也替偏乡农村 创造出几千个百万富翁 偏偏谢锦宏接受没多久 2021年被验出有号的戒壳虫 一度销入管道中断 让当病农民痛定死痛 主要是要清洁戒壳虫 那戒壳虫它会躲在 古地的一个附近那边 而且那边的林木比较多 有比较多缝隙 所以我们会针对那边 去做加强清洁 其实果农一直都很小心翼翼 不只用高压空气喷枪 除二物浸 还要一颗颗送进自动水洗机 彻底洗劲 虽然戒壳虫本身 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却彻底让台湾外销 吃尽苦头 因此提高清洁规格 也是受药聚物 鼓鼓第一个先用水柱冲洗 冲洗之后它会用那个空气 快速把它吹干 然后尽量不要有那个 那个水分残留在果皮上 要品尝风力世家 不能等到整颗心太软 那到底何时才是最佳赏味期 太太林佩颖有秘密法宝 这是什么 橡皮擦 橡皮擦 橡皮擦要做什么 解枝啊 有一点硬又有点软 没错 我们凤梨世家就是要在这样子 有一点硬又有一点软的时候 就可以切开来吃咯 林佩颖过去是谢锦鸿的大学同学 成为农家媳妇后 积极推广食农教育 也努力开拓产销通路 在我还不认识我先生之前 其实我不知道台湾有一个水果 叫凤梨世家 那后来了解之后才发现 它的产业这么大 产量这么高 然后又主要是外销的水果 然后就觉得其实蛮可惜的 什么这么好吃的水果 台湾人也吃不到 那我们决定开始返销务農的时候 我们就同一年 我们就创立了我们自己的品牌 那也是希望借我们品牌 可以让台湾想要尝试 蜂蜜世家的客人 可以吃到高品质的蜂蜜世家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客人 走进他们的休闲农场 体验观光 品尝世家 多角化经营 带来了亮眼的成绩 那我就是 五香的五香的五香 这些都是直接去 市场水果摊买嘛 那这次就是来这边做体验 其实来不错 这两个不一样 至少都知道他们怎么样去采收 然后到包装到时候出货的路程 到这边做DIY体验 台东的凤梨世家 就这么逐渐的恢复昔日荣景 销网对岸的比例占有八成 强化品管让大陆消费者 也能分享来自台湾的香甜 使这群农民的努力 更是他们强化竞争力的不二法门